透过一系列的与佛活动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 大圣法师开示 佛弟子要团结 才能让大众认同佛教 我们本身的汉传的因人 都要去了解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来自从这个与佛节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佛教的团结的力量 因为给人家看到团结的力量 大家才认同我们佛教 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世界华神会 在日本冲整开了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 大家都有共同一个认识 跟了解 现在很多的因缘都一直在打击 在打击我们汉传的佛教 尤其泰国发生事 这个事件一发生后 蓝传的本质也在动摇了 所以现在泰国的政府 他不一定 他听命于你出家人 所以时代已经在变迁了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提升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期待那一天 5月7号 我们所有的长老 我们所有的法师大德 期待你们 大家共同一练一条心 在新别式的广场 启办这个国际 义佛的最重要的节日 也期待因为义佛的节日 给大家能华喜充满 所有的道场 法务兴隆 所有的大德 区业兴隆 所有大家身体健康 一切吉祥平安 如意阿弥陀佛 大政法师开示 时代变迁 出家人与佛弟子都要团结 并提升自己 才能将佛教发扬光大 叙佛会命 时放新闻 黄慧如邓政普 高雄采访报导